那刺繡的部分做好之后 接着我们要来进行电路的安装 那会用到的材料呢 有这一些就是LED 然后导线还有电池跟电池座 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个电池座 那这种电池座呢 它通常呢可以用在表演服啊 道具服上面 就是当需要供电的时候 它的扁平的状态都很方便的 可以放在服装上面 服饰上面 它已经做好两个负级的孔洞 跟两个正级的孔洞 所以我们在接线的时候可以很方便 那同时上面还有一个小型的开关 这样子我们去拨动它 就可以控制LED灯的开跟关 那它搭配的 就是这种2032的扭扣电池 那LED的话呢 通常可以有很多颜色可以选嘛 但是我们建议呢 如果要用在同一张作品上面的时候呢 最好是选用同一个颜色的LED 因为不同颜色LED它其实工作电压是有一些差异的 那用在同一个作品上面如果是混色的话 可能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各色之间它的亮度不同的状况 那再来是这个导线 导线我们就是使用这种比较细的渡锡铜线 或者是我们说这个叫做裸铜线 它很方便我们去做一些折弯的动作 那接着我们用两个现成的作品 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它的背面的电路要怎么布线 那像这一个呢 它会用到两颗LED 那这两颗LED呢 因为是采用并联的方式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这一个电池座 它的一边正负极是接到这颗LED 那另外一边正负极呢 接到这颗LED 那什么叫做并联呢 所谓的并联就是把所有正极都接在一起 然后把所有的负极都接在一起 那所以像这样子呢 就是两颗LED的并联 那以另外一个作品来看 这个作品呢 用到的是 一二三四五五颗LED 那如果它用到五颗LED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把这五颗LED的正极 全部都接到电池座的正极 那五个LED的负极 要全部都接到LED的负极 这样子呢 就可以完成五颗LED的并联 那在并联的时候呢 我们要小心的是 就是所有的正负极 它都是各自独立的 也就是呢 正极不可以跟负极的任何一条线呢 去交叠或者是交叉在一起 因为这样子呢 会造成电路的短路 那就会导致最后LED会不亮 未经许会